在国道高速公路上猛洒钱 而且每一张都是千元大钞呢 但你来看到这是中山高速公路 那么是从云林西罗北上到苗栗的这个路段 中午的时间出现了一辆车 虽然沿途一直洒钱 而且有人看到之后就停下来 在路间或者直接呢 在国道上就忙着捡钱了 实在是有够危险 因此呢有用路人看到之后 赶紧报警 而且呢也打了电话到警网这边去回报 警方来到现场处理 还发现真的 就在国道边坡的草丛里头呢 就捡到了六张的千元大钞 稍微看一看哦 还发现每一张可能都是真钞 国道进出现散财 童子袁锦沿着边坡罩 果然随处可见千元大钞 黏在草丛中 他也不是说丢钱啊 他说有人在捡钱啊 捡钱啊 不只这一张光是苗栗断 至少捡到六千元的钞票 袁锦平肉眼断定这是真钞 目前这个都黄尾标志 好像应该是真钞的机率比较大 到底是谁撒钱 警察广播电台在上午的11点20分 最先接到电话 这位民众在国道当场捡到四千元 在国道一号本上 园林收费站前后啊 有很多千元大钞掉下来 结果呢 这个很多人在捡 非常非常的危险 不晓得怎么会发生这种状况啊 接下来12点06分 第二通电话又来了 用路人指振莉莉 这辆计程车一路撒到苗栗 造桥与头粪 钱的部分是确实是第一次碰到 我们过去大概 捡到的东西或散落物是千奇百怪 但是今天的状况是非常特殊 警方研判这辆计程车 疑似从西罗北上中山高 中部路段疯狂撒钱 一直到了苗栗 头粪约119公里处才停止 在收费站检视到底是谁 果然发现一辆计程车 但原警不敢确定 掌握车号做全国性的清查 要问问这位老兄是否中了乐透 还是这是不义之才 撒钱真正原因仍是一个谜 主流新闻江建中 周宜德 李孟章 排队